這一天, 魚毛連魚毛 在家裡接受專人服侍扮靈 而這個專人就是米雪 為魚毛悉心吹頭 又細心替他補妝 明星幫我頂頭, 厲害 他的行動不太方便 我有空就在這裡上來幫他剪頭髮 剪頭髮嗎? 剪頭髮, 他今天要扮靈 他經常在老人院幫婆婆剪頭髮 這些經理人 始終是藝人 再加上沒有在鏡頭前一段長時間 魚毛希望可以用最佳狀態呈現 所以當見到歲月痕跡的時候 難免有所抱怨 頭髮皮影什麼鬼 每個人都會的 現在那個壞樣子, 我不想讓人看 漂亮啊 漂亮啊 我每次看你的樣子都很精神 這是我第一個客人 客人扮靈, 只因魚毛這一天 要完成一個小小的最美心願 他要見證將心上的付諸實行 謝謝魚毛姐 謝謝… 謝謝魚毛 謝謝… 魚毛要完成心願和身體狀況有關 2019年天旋地鑽 驗出遭受耳石困擾 2020年長期吸受 後來證實幻想廢遷遺化 加上驗出罕見的血液炎 一度入ICU留醫 以為人生走到終結時 幸好經過半年博鬥, 康復出院 跨過鬼門關 這幾年總算是過著平靜的日子 不過近半年, 情況開始變得不一樣 最近的身體情況怎麼樣 伊倫精神了, 因為吃了特效藥 醫生寫紙的 是, 什麼事要吃特效藥? 他覺得這些特效藥對我的身體好 是 但很貴, 一個月萬多元 幾年前我入過醫院 我睡了到不懂得吃東西 不睡在醫院QE, 睡了半年 現在可能回法, 去覆診 不行, 不要出院, 直接在醫院 去到醫院又試過, 又嘔吐 又嘔吐了什麼 我就知道我不行了 我又不怕, 我都八十幾歲了 所以我就要求米雪和大王兩個幫我 找個律師寫定平安寺 因為我沒有親人 我就把房子死了, 接捐了 不是現在 我現在不知道我何時死 我不怕 房子捐給東華三元 我銀行還有些錢 我自己很節省 我做完歡樂今宵 我都不捨得搭的士回家 我走到廣播, 坐巴士 是, 那就儲存了錢 儲存了錢 那些錢是看哪個慈善機關需要的 建備那些慈善機關 這就是余毛年的希望小學了 漂亮嗎? 你看, 有多少學生 2005年, 余毛將他二十多萬的 長期服務金當中的八萬 在貴州、亞市鄉 興建全市第一間兩層高的校舍 八萬不算是一個大數目 不過已經對山居的小朋友很大幫助 正如他財產總值同樣不算高 不過肯捨得已經令很多人受惠 產區那時候我退休, 71歲退休 我自己讀得少許, 我小學畢業而已 我朱正堂讀, 小學畢業 那我做什麼呢? 我當時因為日本人打仗 我媽媽拋棄我爸爸 所以你覺得讀書很重要 所以捐錢給小朋友讀書 對 對, 自己開心 別人受惠, 我怕別人騙那些錢 是 是嗎? 是 而且你始終覺得錢財都是新外物 是嗎? 是的 我錢也帶不去 那時候… 這麼辛苦也對 是, 跳衣 幾個月吃不到東西, 說不到話 以為死定就死不去 現在又讓我多玩幾年了 睡醒就賺一天了 其實你自己也經歷過大病 你怎麼看生死這件事? 可能每個人都要死 我現在希望死, 死得舒服一點 不要睡得屁股又難身又難 是嗎?自己一躺著睡醒就已經不在 說說一下, 魚毛又咳得很厲害了 說久了, 我會咳 不是, 他喜歡你嘛 要試以米雪和大王將他的說話表達 因為曹達華華叔的關係 魚毛和米雪, 大王成為自有 魚毛一旦有事, 也會跟他們商量 最後的心願, 也交付他們兩個來達成 四年前他那次很不舒服 那次真的很差 他已經差不多死了 在醫院說, 我也想死, 很辛苦 要開洞, 喉嚨 喉嚨, 喉嚨, 喉嚨 但是上兩個月, 新年後, 沒多久 他就去了老人院住了一個月 離開老人院之後 他就不舒服, 進醫院 回來了 複診, 一複診, 醫生說你沒有出院 沒有差 差, 他跟我說一句說話 這次又輪盡一點 醫生說藥已經沒有出院 要吃特候藥 我之前只是標靶藥 現在標靶藥也不行 要特候藥 是 他吃了一個星期也不行 他又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 他說我要處理這些事 我覺得有點不太妥 那我就說就算是商量 他們就說 如果你這麼好, 想法, 行為這麼好 不如我們公諸於世 告訴大家 去效仿你, 或者尊敬你 他很低調 我也不喜歡出風託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親手送去 這個很有意義 我也不怕, 我也不迷信 不是, 他是一個很開通的人 所以立遺囑或自己生前死後要怎樣去火化 是他自己去跟我們說的 我跟神父說了 我不需要風光大狀 我沒有後人擺放, 坐在花園就可以了 魚毛 是呀 人生活成這樣, 有甚麼東西 覺得… 無憾 無憾 有一點… 要將自己的事辦得妥妥當當 這一天, 魚毛顯得格外精神 回復一向的幽默本色 你有時起床, 別這麼快 剛才一起床, 趕起床 我有東西抬著就行 對 多快 你趕著去哪裡 我去廁所, 去廁所 很值得, 你很可愛 魚毛第一站來到工業商望權益會 將自己的財產捐給這個機構 全因為它被不少個案感動 希望你們繼續為這個會做多點事 多謝人受惠 好 一定會… 多謝魚毛姐 謝謝魚毛 多謝你 別的報紙也知道 那個家裡的主廚 他跌傷了或死了 那些小孩很小 媽媽很老 沒有人照顧 幸好他有這個會可以幫到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如果大家可以這樣做 我相信更多人會受惠 那些錢是用在那些 真的有需要的工作 有需要的人身上 他又說立了榜樣 知不知道不善款有多少 不清楚 其實沒所謂 是呀 多少我們都很樂意 而且很感激 我相信這個決定的確不是那麼容易 當我們需要那麼灑脫 去做一個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其實真的反映了一個很大愛的行為 財產帶不走 物業同樣奉獻出去 不想人去留空 魚毛希望有心人可以成為屋主 1985年1月 魚毛以29萬 購入旺角一棟大廈 一個兩房一廳的400呎單位 面積不算大 不過希望將來入住單位的人 可以找到一個避風港 魚毛決定將單位交給東華三院 為省物業 捐贈給我們東華 多謝 我的業都是代表生命 也都是代表長青 我們都是身體健康 多謝 多謝 因為我知道我現在已經有八十多年 不知道是何時去 我去那時候的房子怎樣 現在還沒死安排定 死了誰替我安排 不過被人騙 連東莊妻妄亦都有人騙人 當然 那你想你自己的家會帶給人家嗎 帶給人家開心 就是有個家 我們會把它簡單收拾一下 而且會將它出租給香港的市民 而得到的租金收入 我們就會撥在我們不同的服務上的發展 各位觀眾, 魚毛年小姐 在戲劇世界裡面 魚毛從來只是配角 演的不是馬姐, 就是垃圾婆 基本上都是醜女 沒有華麗的外表, 沒有觸目的氣氛 不過就成為一個 你和我都感到十分親切的街坊 你只是想強行醜化而已 你也不是明孫 為甚麼你肯做一點, 我有甚麼所謂 不是, 公司甚麼角色都有人做 不過在真實人生裡面 魚毛要成為最佳女主角 將一半的退休金興建小學 更加將自己的一切財產無私奉獻 無懼走到生命盡頭 灑脫地安排身後一切 用善心寫下一個小人物的大故事 就算人離開, 故事並不會消失 因為無私的愛永遠存在 無言人心無知 無言人心無知 謝謝各位觀眾 多年支持我 希望你們記得我 我是一個搞笑 靚女不輪到我 我是搞笑版 我會帶給觀眾歡樂 希望觀眾記得你的歡樂, 是嗎